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天天地产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 他是精英置业的销售经理冯珊先生 今天欢迎冯珊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冯珊 主持人你好 冯珊已经多次来到我们节目了 最近我发现很多的报纸网站 包括一些评论 很多都是在宣传有一个 就是说楼盘非常的火爆 这就是11号Wesley 我不知道现在condo市场 很多人都说投资condo生殖空间并不大 那为什么现在投资condo 尤其是Downtown的这栋11号Wesley 还是这么火爆 这么多买家还是比较热衷于这栋condo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 对说起投资呢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那个多伦多的投资房产 要不然投资condo 要不然投资就是比如说独立 乌半独立或者是townhouse 那很多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投资condo 那其中原因实际上很简单 其实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那个投资condo呢 它方便 打理起来也方便 找租客呀什么的 很多东西都不用自己抄金管理费一交什么东西都不用管了 不用割草不用餐血 所以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投资condo 而投资condo呢实际上要非常小心 就是说是投资condo 因为大家也知道了 它的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投资condo 它涨幅不一定有比如说独立乌半独立的那么可观 因为它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自己的condo并没有占有一个地 对吧 现在说买房子就要买一个带地的地土地永久升值的 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道理 所以很多人投资客实际上心里也清楚 那到现在还是很多人投资condo 那个就是各种原因 就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一个图一个方便 第二个原因是你挑对的地方 它condo一般你起很多是起在比如说市中心的地方 那市中心它有一个土地的稀缺性 土地的稀缺性在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你这个地方假设起了一个condo 附近要是没有其他的空余的地方 给你起剩余的condo的话 或者其他的东西的话 它的配套设施很足够的话 那对于一个投资客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项目 因为它周围不会再起新的condo 就只有你这个condo 附近又进学校又进医院 有进各大的那个商业的那些商业街啊 银行啊 Yorkville啊 那些那些那些shopping的一些地方啊 就是很多人看中了这一点 实际上包括美国也是一样的 美国有的人 美国的那个在美国曼哈顿 对不对 人家说那个到曼哈顿买 就买曼哈顿没有独立屋 基本上都是condo 那为什么还有络绎不绝的人到那个 络绎不绝的人到那个曼哈顿去那个 那个投资condo呢 那原因就很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土地的稀缺性 它在一个岛上面 对吧 那实际上在多温多呢 是也有也有类似的 所以到现在很多人还是愿意去投资 那个投资condo的 嗯 刚才说到了这个11号的Wesley 我想这个condo 它是 首先哈 我想请风山先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么这么火爆啊 一定是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原因 首先是地理位置 我不知道他这个condo的具体位置 是在什么地方 对 说起原因哈 为什么这个火爆 在我自己看来 因为我是全程参与了这个condo的销售 他原因实际上有非常多个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那个目前市场的那个整体的房屋 那个成交量啊 呃 成交的价钱都在处于上升的阶段 之前有段时间很多人就是那个就脱离了这个condo投资市场 因为觉得这个condo投资那个回报率有限 那现在呢 今年呢 很多那个经济学家分析又说哦 实际上加拿大那个地产实际上还是那个并没有说过热的 还是值得投资的 那很多人听到消息 哎 那又往里面冲又冲进去 那很多人就去选择啊 那有的人去买独立屋 自己去自己去打理的 那有的人就选择去买condo 那买condo刚刚提到11号wellsy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 就你刚说的 它的确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 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势 为什么呢 讲讲那个市中心 一般投资condo的话呢 我个人建议是尽量投在市中心 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呢 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很多失败的案例 在这里我就不提了 那市中心里面 整个大多多市中心呢 是一个正方形 是一个大方块 那这个大方块里面呢 有它的方块的左上角是 是那个多伦多大学 那个比如说是那个St. George Spadina跟那个布洛尔交界的地方 左下角是那个Spadina跟那个 Lakeshore交界的地方 然后右下角呢 是就比如说是St. Lawrence Market 跟湖边 就是那个Lakeshore Front那边 跟Yang还有那个Church那边右下角 那再过去 就是你要再往东走呢 它实际上也属于当趟 但是那边呢 就政府救济房很多 还有那个 就是那种公寓房啊 就是那个也非常多 所以整体那个家庭收入非常低 那边的那个condo投资量 非常的小心 就是整体的condo价值很低 但是呢 它的回报率也不高 升值的潜力 其实也是 也是要 也就在我看来 也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我身边也有不少的 那个不是跟我进行投资的一些客户啊 他们之前跟其他的那些地产经济去进行买卖 也有失败的案例 所以那这个Yang Versi 它递出什么地方呢 它那个东南西北 那当然我刚刚露讲了一个 就是它的东北角 就是Bloor跟Yang 大概是那个位置 那那个位置 实际上整个大多伦多地区的这个方块呢 从Bloor开始 Bloor是基本上是最贵的地方了 因为它是奢侈品一条街 加上它那是Yorkville 我相信很多那个嘉宾也在这个地方提过 Downtown哪些地方之前不之前 从Bloor开始 越往南地块再来说是越便宜的 也就是说Bloor Charles 然后那个St. Joseph 然后到Wellsley 这都是小街了 就是比较主要的就是 Bloor的下一条 比较主要大家就是Wellsley Wellsley下面是College College下面就是什么 Dundas Gerard Dundas Queen Kane 然后就到Fran 然后就到湖边 越往南越便宜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那这个Eleven Wellsley 是属于Wellsley这个地 那个打横 就是东西走向这条路上 Wellsley这个地段 就是在Bloor南边 大概500米左右的一条街 那实际上是离布尔非常近 就是 而它这个楼盘呢 又是处于在贝跟样之间 就是东南走向贝跟样之间 那这两条街之间的这个 基本上可以说是 多伦多的帝王地段了 就是最贵最贵的那个地方 基本上在这里 全部就是那种高端的楼盘 高端的写字楼 都是夹在这两条街之间 所以这个楼盘是属于 基本上属于多伦多 整个地段的中心的中心 然后这个楼盘还有一个 还有些比较主要的地段优势 就是它往西走 大概两三分钟 就能走到多大的校园 那多大校园很多人都知道 或者很多人不知道 多大校园是在College 沿线上面很多它的教学楼 就是除了商业的那个教学楼之外 大多数的主教学楼都在College沿线 那College往北走一点点 就到Wellesley 那它多伦多大学 还有它的那个 那个Robin School 就是它的那个商学院 是在它的St. George 跟Bloard 大概是那个地方交界的 也就是说 它是在Bloard 跟College之间 它有各种各样分布的 到处都是教学楼 而Wellesley是处在 教学楼中间的一条街 你要是读商 就以后出租给那个读商的学生 你往北走一点点就到那个商学院 往南走一点点就到 比如说是那个计算机学院 那个各方面的那个Science的那些 所以离这大学是非常近的 非常非常近 走到这个教学楼也是非常近 那么你接住的这个客户当中 或者说已经买过这个楼盘的客户当中 是不是很大一部分都看好了这里的房子 就是说它以后租 就要租给这个学生 或Rarison的学生 对 它不光只是租给学生一个概念这么简单 它实际上多伦多大学这个地是属于大学的 政府是不能动的 不能重新开发 说卖给开发商又起一栋楼 它不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楼你要朝 特别是朝西那一面 你是能看到多大的校园的学区的那个校区 一片绿树成荧夏天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说你买condo 你要买到其他地方 你是可能看不到这种景象的 而它那边的空气整体质量 也会比当趟的其他地方 可能稍微还要好一些 那除了多伦多大学的这个典型的一个优势之外 它往南走一点点 就到了它那个医院的那一大片区域 就是多伦多的那个主要的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女子医院 儿童医院 包括再往西走 往东走一点点 Saint Michael医院 全部医院都在那一块区 所以它那边出租人群 还有很多的是白领的医生 护士在那边出租 所以那边租户的人群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然后当然了就再往南一点点 比如说到Dundas那边的话 很多都是那个五大银行的那个总部 金融集团 各个金融公司 全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投资 就是说是升值多少 我不敢保证 但是呢 是非常非常保本的 这就相当于美国的曼哈顿的那个第五大道 曼哈顿的那个华尔街一样的 它基本上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它都不怎么跌 就跌也就就小费跌一点点 然后反弹的时候是强力反弹 包括国内的那个SOHO的那个老总 潘子义都到美国的那个曼哈顿 就核心的地区去买房子 这跟多伦多的核心地区 实际上是如出一辙的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重要 都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 这个位置的这个楼盘 就应该是非常保值的 是不是 对 Condo投资很关键的一点 地点非常非常关键 那地点呢 那么投资Condo 一定要选土地稀缺的那些地方 你要比如说你买到旺市买个Condo 买到释迦堡买个Condo 买到比如说密西沙加尼买个Condo 你除非是自住 你要是打算投资的话 那些都你要都要非常小心 它很可能它那个生殖潜力 非常非常有限 有可能还会那个降价 这个这些那个案例实际上 那个亏本的案例实际上是有的 所以就非常小心 冯山一直提了这个 刚才这个楼盘11号 Wesley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那么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可以选的户型 都有什么户型 那Elon Wesley它的户型呢 基本上呢 它这个房子呢 基本上都是比较方正的一个房子 然后它整个大楼呢 就从那个图片上能看到 好像非常漂亮 非常有现代感觉 特别是它那个东南角跟 东北角跟西南角 它有点弧度一样突出来 它那个流线体的那个设计很漂亮 而且它这个呢 实际上坐落于一个 1.5英亩的一个地块上面 那这个1.5英亩呢 实际上原来是要做社区公园的 那然后呢 那个开发商呢 可能那个比较有实力 跟那个政府关系比较铁吧 跟政府关系比较铁 然后他们呢 就能把这一整块地拿下来 拿下来呢 他就答应了 就说我这只盖一栋楼 那剩下的区域呢 全部都作为一个社区公园 但是这个社区公园 实际上呢 也就只对它这个 它这一栋楼开放 所以说你要在这里面买了房子 它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闹市区里面 一个非常田径的一个小区 底下有一个小公园 绿化会做得非常漂亮 所以说这个对很多投资客来说 也是非常吸引的 因为你在当趟投资的话 一般都是楼贴的楼 你一开窗就看到对面的楼 是没什么风景的 那这一栋楼呢 你朝南看是什么 基本上是可以看得很远 因为南边是个YMCA体育馆 朝东看是大概要100米 隔100米的地方是那个 在那个背街上的两栋楼 那么这个楼它一共有多少层 这个楼一共有60层左右 60层左右 对 楼层是非常高的 据说对于投资客来说 你要选择低楼层 很多人选择 你投资就选择往低了买 也没有问题 你东南西北 基本上看的都是能看得挺远的 就是说遮挡不明显 你要是买的高层 你就能看得比较远 朝南看能看到湖 朝西看能看到多大 朝东看多人多东边 很大一片实际上还没有被开发的 所以说它整体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那么冯珊我想问你 购买这个楼盘的时候 我们买家需要注意些什么地方 购买这个楼盘需要注意的话 就是说你要首先你要看 看它的那个管理费是不是过高 那当然这个楼里面的 那个所有的设施都是齐备的 游泳池 健身房 上拿房 电影院 什么桌球房 通通应有尽有 就是说从它的管理费 它好像是五毛九一尺吧 就是预估是五毛九一尺 那么在当套来说 这个管理费算是非常正常的 是很合理的 对 因为现在很多 特别是很多人听的觉得比较高 但实际上是 现在新的这些楼盘 它从它的建筑成本的上涨 加上它的用材的上涨 它整体的成本会上升 所以它在这方面 它并且加上它提供的各种各样的 康乐设施也非常多 大楼有20小时的保安 对不对 就20小时巡查 而且不止一个的那个保安 然后就等于是各方面的设施 都充足了情况下 收五毛九 实际上是真的是不贵 因为很多楼盘都收到六毛多 七毛多 都是很常见的 那么除了这个管理费 这方面已经要搞清楚 它里面具体包含什么之外呢 我们就是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在购买这个楼盘的时候 很有需要注意的话 就是你要 当然了你挑的时候 你当然是 你要注意的话 比如说 你要首先你要挑 买楼盘 你要挑它开发商 是不是个好开发商 那它的开发商是Lanterra Lanterra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多伦多 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开发商 那其中开发过非常多的项目 那开发的项目 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 Duntown的Ice Condo Maple Leaf Garden 都是直接在Roger Center旁边 盖起来的那个 都是那种六七十层那种高层 然后都是非常成功的项目 也都是开盘没多久就基本上就 基本上就卖了七七八八的 然后它也盖了包括最近得奖的The Brick Condo 也在Wellsley跟Bay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点 它The Brick Condo 它因为它新颖的设计 还有它因为它是一个从原来的苏腾酒店翻修 所以它那个它也是它其中一个项目了 然后它也你要熟悉Duntown的话 比如说是在那个College跟Bay 它有两栋那个Mureno 就是那个Mureno那个楼 就是37号Gorsfana那条路 跟42号Grandview那条路上的两个楼 它现在也是卖的非常火爆 就是当然它是已经是一个重售盘了 但是这个楼盘投资 所有来这里投资过的那个买家呢 都得到了非常大的回报 因为这个楼盘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没有停过 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进多大进医院 所以它这个楼盘 只要一有房子一放盘 基本上两个星期不到 就肯定能买掉的 这个楼盘处于非常核心的位置 我们不知道这个价钱怎么样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了解一下这个价钱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